刚才你和老大打电话 老大怎么说的 中国好 中国安全是不是 大家好 我是阿阳 现在要去接我女儿了 我老婆在家洗衣服呢 在那个洗衣机在那一直一直叫 你在家洗衣服吧 我去把小孩接过来 没有 去 走吧 你也去走 嗯 怎么 烂了 你烂 行 给我女儿撕了那里 那要去 这洗衣机在这里慢慢让他洗吧 反正也没事 还有几分钟吗 还有五分钟 慢慢的洗吧 我们又来晚了一步 我婶又把他接走了 接过来了 我们两个过来了 总是来晚一步 这个书包子背的 啊 啊 老师不做的了 老师不做的吗 不做事情 这个是给这个牙子用 啊 馒头 我用啊 奶奶 放点油了 来 拿不到面倒看了 行还要 你不吃给妹妹吧 留的油啊 好吧 还不吃 还不吃 呀 啊 啊 妹妹不吃 他面骂吃完了吗 吃完了吧 啥的面骂啊 她的墙子里边留的水 啊 走 好吧 走吧 不去了 来给他鸡场 嗯 几个小姐看看他有点事啊 面子面子他给三块五 要不然都加两家都要拿走了 东东东 落成三块五啊 你早一上海九 这几天买点 买点多了 上了多了 啊 要去这 去这 套出来 晒几天了 晒三点了呗 三点了呗 我女儿买个鞋子 我女儿的鞋子 老实说总是吊 鞋子没有买到 我们回来了 我的那个车太脏了 我去洗一架车 让我老婆在家看着我女儿玩 我老婆在这做饭呢 刚才我老婆做饭的时候 就是看到了他们那边的新闻啊 就是说他们国家现在在和阿富汗两个国家搞得有点摩擦 所以我大 大舅哥在部队里面嘛 然后我老婆就给我大舅哥打电话 问一下情况 我大舅哥 他们两个说话已经说了十几分钟了 现在 我老婆最担心的就是我大舅哥 因为我大舅哥在部队里面 万一他们两个国家要是矛盾闹得大了啊 我大舅哥有可能会直接到边境去 因为之前我大舅哥 他就住在那个边境那边 只不过现在掉到那个拉瓦尔品地那边去了 所以说我大舅哥有可能如果要是那边矛盾搞大了 有可能我大舅哥还有他们那边的军人就直接掉过去了 因为这个事情我老婆知道之后就没有停 直接就给我大舅哥嫂子打电话 问我大舅哥这个情况 具体情况什么情况 然后现在这个情况 我大舅哥他没有说具体是啥情况 我大舅哥跟我老婆刚才说 你不要管 你不要问 你在中国好好待着就行了 这边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刚才我大舅哥一直安慰我老婆说 只是边境那边有一点摩擦 其他的地方没有 让我老婆放心 他们现在住在那个地方没事 我老婆还是有点担心 担心我大舅哥他们在那边 看这两个 每个人拿着一个手机 在这看手机呢 我老婆给我大舅哥打完电话 我大舅哥一直安慰我老婆 不要让他担心那边的事情 在这边过好日子就行了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可以了 那边没有什么事情 我大舅哥和我老婆说的很清楚 只是边境有一点摩擦而已 不会有什么大规模的 这两个人在这玩呢 玩的开心呢 哎 不能咬啊 不能咬 不行 嘿嘿 好了 好了 你咬你自己吧 好不好 咬爸爸 啊 当着啊 不咬啊 就开始咬我老婆 刚才你和老大打电话 老大怎么说的 中国好 中国安全是不是 啊 确实是 现在全世界没有比中国再安全的 嘿嘿 你干啥呢 哈哈哈哈哈哈 鲁树枪 过来 爸爸抓你的脚地板 好不好 不要 你现在看到这是巴基斯坦电视还是印度电视 印度 和巴基斯坦电视剧差不多 他们的语言就是相通的 能听懂 我女儿让我老婆给他开手机呢 手机他自己锁 把屏锁起来了 那 那你就去睡觉啊 哎呀 安吉拉不睡咋办呢 鲁树枪 你去睡觉吧 好不好 为啥不要啊 我问你为啥不要 你嘎嘎嘎啥呢 啥东西这是 啥东西这是 哦 椰子肉 椰子肉 有 中国有 你要吃的话 那超市就有卖的 说不 啊 明天 明天去看一下 明天去买 行 明天看一下有没有吧 我之前看到好像有 行 明天看一下 如果有的话咱们就买 怎么了 你来逗着玩呢 哈哈哈哈 哎呀 和我女儿逗着玩呢 嗯 是呗 看我女儿也用头发 用头发 开始弄我老婆的鼻子 啊哈哈 她头发短 这也不短呢 前面短 看我女儿的头发 扎橡皮筋扎的 她自己把这个橡皮筋扒拉掉了 她头发本来就直来远 然后 又用到橡皮筋扎拉一下 就变成这样了 是吧 胡子 哎呀 你真会玩 给他弄个胡子 看一下 好帅的 小伙子 哎呀呀呀 哈哈 我老婆在这里 和我女儿玩了 两个人 我女儿又不理我老婆 只顾了 看手机了 她在给谁打电话 啊 哥哥 哪哥哥 大哥哥二哥 老大呀 老呀 老呀 你再 再给谁打电话 啊 行 不让我老婆看 又去医院了 哎呦 我丈母娘又去医院了 不知道干啥呢 我女儿给我丈丈母娘打过去的 我 二舅哥接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阿阳 看着这个节目来说的 我们下期再见 他要看着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